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想要將一個角分成兩部分 讓它的比是5比A 那麼至少要做角平平線五次 至少要做五次 才能把它分成5比A 那麼A應該多少 這兩個加起來 會等於2的連五次方 也就32了 我就說 你把一個角分成32等分 它得五等分 它應該得幾等分 就32減5 7 27 這個東西要27 那這樣的話 你做五次的話 就能把它分割成5比27 好 那我們看看 這個如果用五次把它分割成5比27 你就用那個角平平線的那個做法 用角平平線分五次 就是全部的話 是等於32 那這個就16 這個全部是32 這個16 這裡是16 然後你再分 那這個是8 8 這裡是8 然後再分 這個是8 這裡的話 這個是8 這是8 16 這是8 然後你再分 分的話 應該差不多這樣 應該差不多這樣 這也是8 那這也是8 8的話 你再分 分的話 那這個就是4 這一段的話是4 那你只要什麼呢 只要再弄個1 這個是4 4的話 再1弄 這個就是2 然後再分割 那這個就是1 那這樣的話 4加1就是5 那這樣的話 也就是說 你要什麼呢 你要做幾次呢 就做一次齁 就從16 從32 從32 32 分割的話 得到16 16 再分割呢 得到8 8 再分割 得到4 4 再分割 得到2 得到2 那2的話 再分割 得到1 總共分割幾次 1 2 3 4 5 分割5次 1 2 3 4 5 分割5次的話 你就可以讓他得到5 比多少 比27 所以什麼呢 所以這個是27 A是等27